其实我听到这首歌,我主要是因为这首歌打动了我 我那时候选demo的时候 然后人家一大批demo发过来,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一半 当时的时候它是一首,还是没有像现在编曲这样子的歌曲 但是呢我觉得它的权略啊,然后歌曲的记忆点啊,我觉得都特别好 所以我当时就说,这首歌一定要把它被要下来 然后这首歌的歌词呢,其实当时已经有一版了 当时是什么样子的歌词? 然后跟现在原版的歌词呢,差不多 但是我把它调整了一下,调动了一下 然后呢也改了差不多 后来改着改着也改了好多 后来就变成了就是我和他一块做词 是,明白 因为其实我还是,因为那时候它原版的歌词呢更苦情一点 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没有这么苦情 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思念或者是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大家听到这首歌,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大家能联想到什么 可能想到你的男朋友,可能想到你的女朋友 可能想到就是你爱的人对吧 所以我觉得能够起你们的思念如果这首歌有这样子的一个作用的话 那我的这首歌就成功了 虽然你写词的时候没有代入 但是大家听歌都会有代入 大家都说写给我的,写给我的 那所以你大概什么时候能唱苦情的歌? 30年后 苦情歌 对 但是你懂吗 也不是很苦 对 忘了我爸也不苦 就是因为你说你生活当中就是其实也不是有太多那种苦情的一面吗? 我觉得忘了我爸已经很苦 好吧,现在忘了我爸已经是周周 我妈妈听过苦情了 是啊